Hello 大家好 主春奴 去年澳門通關復償後 居民外郵和北上消費影響 民生區人流減少 尤其週末更顯冷清 民生區吉舖顯著上升 有地產業界人士表示 受居民消費外流影響 民生區商舖控制率上升 租金由高峰期 平均回落約三成 據澳門中原地產內部資料顯示 北區黑沙灣的商舖控制率 由2022年底的1.02% 升至去年底的1.53% 而今年首季略為回落至1.48% 又不算很多 不過整體而言 民生區租金較高峰期 平均回落三成左右 租約條件亦相對寬鬆 一般可簽署4至6年租約 加租由2年一次延遲至3年一次 市場經過年多的適應期 業主企業開始適應新市場環境 而筷子機區空置率有見頂回落趨勢 民生區商舖租金跌幅已有所緩和 例如近期林茂唐快子機一帶 業主開始接受新市場情況 願意減租吸引商戶進駐 例如2,000多平方呎鋪位 月租由8萬多 減至6萬多 減幅近三成 反映業主下調租金後 仍然有商戶願意落戶 因應市場租金回落 部分新橋區商戶搬遷 同一個租金 可以由三線的街道搬到二線的街道 人流較多 令新橋區的商鋪空置率上升了 而遊漢區、黑沙灣區等 因距離關閘靠近 人流跌幅明顯 即使業主願意減價 亦未必有商戶成租 過去黑沙灣區只要有商戶交金 就迅速有企業成租 現在就需要長時間消化了 商戶租任市場 其實現在已經變相為租客主導 業主要等待租戶開價 再計數決定是否接受 例如有商戶月租由3萬多元 減至不夠2萬元 才有企業願意成租 減幅近5成 此外 企業考慮舖租擴充因素 亦越來越多 不僅看租金 還要結合每日早午晚時段的人流 以及星期六日人氣 做綜合分析 再決定是否成租做生意 地產業界人士說 隨著北區吉舖越來越多 企業反而越來越擔心經營前景 制約擴充意願 目前情況下 較願意 租舖擴充業務的行業 主要是醫療診所、教育等等 因為這些行業 受到居民消費外流影響較少 零售餐飲行業較為審慎 當然影響較大 好,這集就看到星期現在的照片之前 我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下集見